而开密台风是逐渐逼近 副理箱公所23号的晚间 是进行了箱内变道的视察工作 江东城表示 根据台风发展状况 决定是否来进行预防性的封闭 并且也持续密切的关注台风动态 目前副理箱的余量不大 也仅出现间歇性的降雨 而会根据气象署 以及实际的状况 来适时采取必要措施 以确保乡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因为受到地震影响 副理地区有多处桥梁整修当中 并且大部分以变桥为主 不过面临凯米台风接近 公所紧急前往箱内的变桥进行视察工作 23号的晚间与世小暂时不封变桥 这是明里大桥的变道的一个管制点 我们也会是一样 因为目前虽然是一个台风的自己的状况 但是目前那个整个河里 其实状况还是非常的低 不严重 但我们还是会及时的掌控 这个河川的水流的一个水情的状况 江东臣表示 根据台风发展状况 决定是否进行预警性的封闭 并且持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目前副理商的雨量不大 也仅出现间接性的降雨 会根据气象预报以及实际情况 适时采取必要措施 以确保乡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持续一个到明天早上的话 我想整个那个干旱的状况 可能就会做一个 真的是会有效的一个解除 江东臣也说 希望这一次台风带来的降雨 能够有效的缓解当前的旱灾 并且强调将努力避免因降雨过多 引发灾情 记者高雙雙副理箱采访报道